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1年11月28日 圣保罗市胜利斯菲体育会 本周日早上 圣保罗与利斯菲体育会将在前者主场展开一场八甲的较量 利斯菲体育会不善做客 而且球队实力也差一个档次 圣保罗本轮主场称雄毫无悬念 圣保罗作为八甲的豪门之一 经济八甲的表现有点令球迷失望 前34轮八甲战霸 圣保罗直录得9胜15和10负的劣迹 现今只拿到42个联赛积分的他们甚至于还有一定的降班风险 目前八甲进入收官阶段 圣保罗领先降班区的优势并不算太大 为了避免遭遇降班的尴尬 球队在余下的几轮联赛中必定全力争胜 而是与余南部队利斯菲体育会的交锋就是最好的全取三分机会 当然圣保罗也并非没有隐患 那就是球队近期的攻击火力较弱 今仗要想达成心愿 一列甘尼和卡纳利等攻击手就必须打醒12分精神全力以赴 值得一提的是圣保罗经济主场军场仅是0.82球 而是一对手利斯菲体育会目前军场做客仅能攻入0.59球 从这一点来看 圣保罗至少已经势力于不败之地 阵容方面 好为W非奥因商缺阵 上季仅以1分的微弱优势保祖成功的利斯菲体育会经济表现依然没有起色 34轮八甲只拿到33分的他们现金排在积分榜倒数第二位 如果不出意外 利斯菲体育会的降班命运恐怕是已成定局 其实利斯菲体育会的防守做的还是相当不错 赛季至今军场仅是0.97球 是八甲中防守牌的上号的队伍 但是薄弱的攻击力却是球队的硬伤 军场仅有0.62个进球 也让利斯菲体育会成为整个八甲攻击力最差的队伍 另外 利斯菲体育会目前正遭遇做客五连败 而整个赛季做客负率已高达58.82% 最后 利斯菲体育会最近十次与圣保罗交手一胜难球 最近六次对阵的战绩 更是仅为一合五负 可见双方实力的确存在一定的差距 综上所述 毫无拿分本钱的利斯菲体育会本轮出征恐怕是难逃一败 阵容方面 中场爱华拉杜和前锋尼尔顿等人有伤在身不能随对出征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 感谢您的频道